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被朝爱而不得的女田狗 静怀打来电话时 语气冷漠 今晚有应酬 不回家了 我看着车窗外 他搂着白月光走进酒店 好 嗯 还没来得及应声 就被身后加剧的力道撞得气息骤乱 静怀顿了顿 你在做什么 我咬着嘴唇挂断电话 有灼热的呼吸贴在我耳畔 那人动作更凶狠 你猜 他会不会看到这边 宋听兰将要回国的消息 从一个月前就高挂在热搜上 我去酒局上接静怀时 在门口短促地停了一下 恰好听到里面 他朋友在问 听来马上就回来了 到时候 忠你怎么办 静怀嗓音很淡 什么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 他好歹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 隔着没关紧的门缝 我看到静怀咬着烟 在淡白色的烟雾里眉眼低脸 他嘲弄地说 他自己说的 我做得再过分 他都不舍得离开我 因为他爱我 朋友硬贺 也是 忠家败落那么久了 他能嫁给静哥 还不是靠那张相听兰的脸倒贴上来的 也是够贱的 你们知不知道他当初 我站在外面沉默了一会儿 推门进去 静怀 包厢里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都抬头望过来 眼神里带着隐秘的鄙夷和戏谑 静怀把外套搭在壁弯里 站起来 我先回家了 一路走到停车场 他都在沉默 直到我发动了车子 才突然开口 你刚才在门外 都听到了吧 我转头看着他 门缝那里有影子 他用纸截轻敲车窗 阿尼 你向来有自知之明 知道什么话该说 再过一个月 我希望你还是这么懂事 不要做不自量力的事情 我听懂了 静怀在警告我 唯恐我用什么肮脏的手段 伤到他心头的白月光 因为半个月后 宋听兰就要回国了 我和静怀结婚前 就知道自己是替身 钟家一早就败落 因为一张和大明星宋听兰七分相似的脸 我被静怀看中 成了他的未婚妻 爸妈简直欣喜若狂 我爸时刻警告我 静总能看上你 是咱们钟家的荣幸 惹了静总不高兴 我和你妈不会再认你这个女儿 结婚三年 我把静怀照顾得无微不至 可她面对我时 永远高高在上 有那么几次 她喝醉了 掐着我的下巴 上上下下地打量片刻 厌气地说 你这种东西 也配合她长一张一样的脸吗 在醉一点 又会把我当作宋听兰 把脸埋在我肩头 低声启问 为什么要离开我 现在我娶了别人 你会后悔吗 那种时候的静怀 力道近乎某种暴虐的折磨 我只要稍加挣扎 就会换来她的冷嘲热讽 怎么 你爸妈让你讨好我 你就是这么讨好的 灯光下 她居高临下望过来的眼神满是晨冷 鼻尖上那颗小痣被光一照 更加明显 我瞬间僵住 睫毛颤了颤 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回过神 我握紧方向盘 轻轻应了声 知道了 宋听兰回来那天 机场挤满了去接机的粉丝 静怀雇人在接机口 给她造了一条十几米的玫瑰长廊 宋听兰顺着长廊往前走 一脸感动地扑进走廊尽头的静怀怀中 这一幕被人拍下来 替上氛围感十足的滤镜和文字 一瞬间冲上了热搜 永不褪色的偏爱 宋听兰是宋家千金 天之娇女 当初要出道拍戏和静怀恋爱都搞得轰轰烈烈 后来分手 哪怕她出国进修 哪怕静怀和我结婚 网上还是有大批粉丝磕他俩的CP 公司楼下的停车场 我坐在车里 蜷缩身体 按着脚痛的胃部 点开热搜排行榜 挂在上面的名字 除了静怀和宋听兰 还有我 中泥山寨火 倒贴表 听兰美女被她沾上 真是倒大霉了 宋听兰的粉丝讨厌我 他们觉得我一个破落户 是靠着这张和她相似的脸 才能嫁入静家豪门 甚至有人说我是第三者上尉 把宋听兰逼到了国外 隔三差五就把我翻出来骂一通 但静怀从来不会为我澄清 甚至有一次 我看到他发给宋听兰的消息 如果骂他能让你消气 我再雇人家两把火 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我才知道 那些骂我的人气焰嚣张 是因为有静怀的纵容 甚至鼓励 我安静地看了一会儿评论里骂我的乌言晦语 正要关掉微博 一条新话题突然跳出来 一瞬间就把静怀和宋听兰的浪漫爱情挤下去 登顶热搜第一 警号贺岭川 回国 熟悉的名字让我一瞬间正住 反应过来时 点击屏幕的指尖在无意识地发产 点开是一条视频 穿着黑色T恤的男人 眉眼伶俐 高挺的鼻梁上有颗小质 他冷着脸走出人群 踩坏了那条精心准备的玫瑰长廊 近怀拦住他 嗓音里带着怒气 你眼睛瞎了 没看路吗 男人侧过脸 耳垂上的钻石耳钉熠熠生辉 不好意思 他语气无波无澜 眼封扫过来 像是在看什么挡路的路障 需要多少钱 我让经纪人联系你赔偿 这是钱的问题吗 不是钱的问题 贺岭川看了一眼满地残花 慢吞吞地抬头 一字一句 那你是想碰瓷 热搜上 宋听兰的粉丝和贺岭川的粉丝 吵成一团 这男的在赚什么 不会真以为自己很帅吧 世界冠军 当然比婚内出轨 还引以为荣的脏黄瓜帅 没长眼睛就早点去治 世界冠军 这四个字让我愣着片刻 回过神后去搜 才知道 贺岭川 某电竞游戏欧洲赛区选手 在去年世界大赛上 荣获了总冠军 最近 他刚被国内俱乐部 以四千万的年薪 聘请回国 高超的游戏技术 加上过于出挑的脸 他在国内外 有着一批数量庞大到惊人的粉丝 原来 他现在已经是这么耀眼的人了 我柔了柔抽痛的胃部 迅速模糊的视线里 好像又看到当初的少年 大鱼里 他像只湿淋淋的狼狈小狗 在我家楼下等了一夜 手机上 是他发来的消息 真的不要我了吗 是我哪里做错了 弄疼你了吗 忠尼 以后你别求着我复合 放完最后一句狠话 赫领川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听从家里安排出了国 往后七年 我再也没听过他的消息 没想到 再次看到他 是在我的老公为 别的女人准备的浪漫场景之上 多荒谬啊 我用力闭了闭眼睛 几乎能在脑海中想象出 那双漂亮又伶俐的眼睛 是如何用嘲弄的目光 看着热搜上山寨或钟尼的话题 他会怎么想呢 大概觉得我活该吧 晚上 静怀没有回家 只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今晚有酒局 你自己睡 不用等我 我习惯性回复 需要我去接你吗 发过去后 才意识到 宋听兰已经回来了 他说的酒局 大概是那群朋友 给他准备的接风宴 果然 静怀发来一句 轻蔑至极的讥讽 非得我把话挑明白吗 钟尼 认清自己的金粮 我沉默地放下手机 去洗了个澡 然后走进书房 把白天找律师 你好的离婚协议书 放在了静怀的书房里 出来后 却看到屏幕上 新弹出一条好友申请 备注 赫领川 我盯着那三个字 凉酒 好半晌 才深吸一口气 按下通过 对面几乎是立刻 就发来了一张照片 光线模糊的酒吧卡座里 静怀搂着宋听兰的腰 嘴唇贴在他夹侧 姿态轻易至极 我眼眶酸色 咬着嘴唇 几乎是发着斗给他打字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赫领川没立刻回答我 屏幕上方 正在输入中的字样 让我的心 一点点坠入冰窟 片刻后 他发来一句 想不想 报复他们 走进酒吧 我把手机上 赫领川发来的卡座号 看了又看 正要抓个路过的服务生问路 忽然有熟悉的声音响起 这儿 一股温热的力道 附上手腕 下一秒 我被猛地拉过去 撞进一个温热的怀抱 熟悉又陌生的气息 一瞬间充斥着鼻息 我僵了僵 被一只手贴着脑后 按在怀里 别出声 赫领川的声音 贴在我耳畔响起 因为刻意压低 还带了点阴雅 你老公和他的小情人 刚从旁边走过 小心被他们发现 语气里带着 显而易见的嘲讽 我的眼眶 突然有点发热 七年前的赫领川 不是这样的 那时的他 诚挚 热烈 把我按在钢琴上 吻得呼吸困难后 会抵着我额头 滴滴地说 阿妮 你要说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你不说 我就不松手 你还打算抱多久 赫领川的声音 再次响起 把我从记忆里 猛地拽回来 我松开手 看着面前 那张熟悉的脸 距离过近 他挑高的眉骨尖 那点冷意 就更加鲜明 我定了定神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 对不起 接下来的路程 完全是赫领川领着我 他熟门熟路地 带着我 穿过幽暗的走廊 坐进外面 停着的一辆 银黑色蓝薄基尼里 启动 加速 跟上前面近怀的车 我没忍住 你这 酒驾不好吧 我没喝酒 赫领川天头看了我一眼 酒精会影响 操作上的发挥 赛场上 一点细节 也很致命 他说的是一个 我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 直到车在某栋高级公寓外停住 近怀须搂着宋厅栏 走进门内 我终于开口 你说的报复 要怎么做 赫领川撩起眉头 伸手指了指自己 给你提供一个人选 把姓进的率回去 怎么样 赫领川的住所 就在俱乐部训练中心的不远处 一进门 我就被他扣着肩膀 抵在了墙面上 他在距离我嘴唇一厘米的地方停住 慢条斯理地问 先接吻 可以吗 你别误会 窗外露进来的几点灯光下 他盯着我的眼睛 轻笑一声 我只是想找下状态 我掐着手心 低声说好 下一秒 嘴唇就被堵住 已几乎算得上肆虐的力道 反复碾膜 灼烫的气息喷在颈侧 一路下移的同时 有力道按住我后背突出的蝴蝶骨 你瘦了 他逼声说 语气忽然温柔下来 我会轻一点 比起七年前 赫领川如今要主动许多 当初是我主动招惹他 又在困难到来时 主动地放弃了他 赫领川 应该很恨我吧 心脏像泡在柠檬汁里 酸涩地皱成一团 下一秒 压在身上的力道一清 赫领川带着怒气的冰冷嗓音 在我耳畔响起 忠尼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走神 怎么 在想你那个婚内出轨的好老公 灯光猛然大亮 好像我内心那些隐秘 又龌龊的想法 一下子就被照得无所遁形 纵然我不了解 那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电竞圈子 也能从微博上粉丝的狂热中看出 如今的赫领川 有多么光明的大好前程 这一滩污水式的婚姻 我不该把他牵扯进来的 我慢慢站直了身体 平静地说 对不起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不该牵连到你 这话说完 赫领川反倒更生气了 他怒急返笑 低头过来 更用力地稳住我 现在后悔 已经晚了 姐姐 我在被刻意拉扯的漫长的过程里 一点点找回了当年的记忆 年轻的赫领川 经历旺盛至极 如今不再像那样莽撞 技巧却更加娴熟 还有余力 在我被折磨的眼角发红时 用指腹蹭掉我眼尾的泪水 勾勾唇角 这就哭了 姐姐 你老公好像不太行呢 第二天醒来时 天色大亮 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电话刚接通 那边就传来静怀的声音 你在哪 公司 现在立刻回家一趟 他语气里压抑着怒火 钟妮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离婚 电话挂断 我起身的时候 腰肢被一股力道揽住 重新跌回床上 赫领川按着我肩膀 脸色很不好看 你打算用完就跑吗 我喘了两口气 伸出手去 扣住他的手腕 一点点挪开 语气郑重其事 我得回去 处理好我的事情 我刚进家门 即使文件便重重地 摔在了我脸上 锋利的边缘割破脸颊 我抬手一蹭 就看到了指腹上的鲜红色 静怀站在一步之外 神色阴沉 你提离婚 是因为听蓝回来了 你是第一天知道 我和他的事情吗 当初是你自己自甘下见 愿意嫁给我 心甘情愿做他的替身 现在又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把地上的离婚协议书 一张张捡起来 静静地看着他 这些年 中世的确受了你很多帮助 但我未尽是拿下了 松兰区那笔价值十个亿的合同 算是两清了 两清 你做梦 静怀冷笑一声 走过来 掐着我的下巴低下头来 你不高兴 是因为热搜上那些骂你的话题 我没有应声 他只当我默认了 自顾自地笑了 这样吧 中尼 你跪下来 讨好我 要是把我哄开心了 我就让人帮你把热搜撤了 怎么样 从他身上传来一股很甜的香水味 是送听蓝惯用的那种 都不需要仔细观察 目光随意一扫 就能看到静怀脖梗 和肩上留下的暧昧痕迹 他的稳落下来之前 我猛地推开进准 你别忘了 宋听蓝已经回来了 猝不及防下被我推开 进准后退几步 撞上了身后的玄关柜 他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如果你不签字 我会让律师联系你 进行离婚诉讼 为了公司的骨架着想 你还是直接签了比较好 我站在门口 镇定地看着他 留在这里的东西 之后我会让人来收拾 他用拇指蹭了蹭唇角 忽然冷笑出声 长本事了 忠尼 你不过就是我养的一条狗 一个月 我要你爬回来 跪在地上求我复婚 我没有理会他的威胁 转身就走 出门后 提前把爸妈的电话 和微信拉黑 再往上滑 就看到了贺岭川发来的消息 我去俱乐部 封闭训练 半个月后有比赛 有什么急事 打这个电话 后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我沉默了片刻 回复了一个好字 贺岭川却没有再回我 我又一次在热搜上 看到了他的名字 警号贺岭川 小号 警号贺岭川 宋厅栏 点开之后才发现 有人扒出了贺岭川 很多年前 还在国内时用过的 微博账号 主页的内容不多 寥寥二十来条 笨蛋姐姐 请人喝可乐 居然买常温的 一想到要见她 游戏都打不下去了 操 好喜欢她 练习稳记 最后一条 发布于七年前的夏天 一张画质 有些模糊的照片 傍晚的海边 接吻的少年和少女 只能看到 不甚清晰的侧脸 配字是 Ander Summer 无尽下 全网炸锅 有人看到贺岭川小号上 和宋厅兰的合照吗 她这么多年 从国外到国内都没谈过 原来心里想着宋厅兰啊 我要疯了 所以那天在机场跟进泽针锋相对 是因为吃醋 狂热的吃瓜群众 把照片和那天机场的视频拿出来 反复对比 衍生出无数二创剪辑 很快 宋厅兰就成了那余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这天晚上 恰好有一场直播采访 面对镜头 她笑容明艳 落落大方 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毕竟已经是过去式 我不知道她会这么 念念不忘 有细心的吃瓜群众很快又发现了新瓜 仔细对比 静怀静然和贺领川长得有三分相似 尤其是鼻梁上那颗质 只是一个神色总带着上位者的傲慢 另一个则是全然目中无人的冷漠 我想 静怀一定也看到了这条热搜 她打来电话 被我挂断 又很快发来微信 钟尼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我拉黑了她 很快就到了比赛那天 虽然只是常规赛 但因为是贺领川回国后的第一场比赛 又有最近正如火如荼的修罗场恋情 关注度高到离谱 直播观看人数七千万 贺领川的战队三比一拿下胜利 赛后采访时有记者提问 直接问到小浩那张照片 小浩 贺领川十指交叠 抵着下巴 你们挺能扒呀 有考虑过去国安局应替吗 记者一梗 又不屈不挠地问 所以那张照片上的女孩 就是宋听兰吗 之前你在机场和近怀发生冲突 是因为嫉妒吗 宋听兰 贺领川捶了捶眼瞼 看着台下一众神情兴奋的记者 呼得轻笑了一声 她也配 回国半个月 贺领川的名字又一次冲上了热搜 宋听兰蹭热度翻车 被群潮 评论区 她的粉丝和贺领川的粉丝 再度骂成一团 好没风度的男人 这么说一个女孩子 笑死 你主子到贴上来蹭热度 还希望别人给她脸吗 我坐在车里 还在看评论区的争吵 手机就被人拿走了 吵架有什么好看的 看我 我眼睫颤了颤 在昏暗的车灯光芒下抬起头 贺领川坐在旁边 一伸手 就把我搂过去 放在她腿上坐好 可以接吻吗 她问我 在我开口前 又补充了一句 最好不要拒绝冠军 这个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逐渐下移的位置里 变得越发暧昧 我浮在贺领川肩头 望着灯光笼罩下她的掌心 像是有湍急水流滑过 手机却忽然响了起来 一个陌生号码 接起来 却是近怀冷到极点的声音 钟你 我咬着嘴唇 竭尽全力平息着急促的呼吸 你在哪儿 我要见你 我 嗯 我还没来得及应声 就被身后加剧的力道 撞得气息骤乱 近怀顿了顿 语气俱变 你在做什么 我却已经说不出话来 只用最后一点力气 用发颤的指尖 按掉了电话 贺领川凑到我耳畔 动作愈发凶狠 声音却轻得如同呢喃 你猜 他听到了吗 这天晚上 我又被贺领川带回了家 那双能在键盘上灵活跃动的手 手速实在快的惊人 窗外的暴雨熙熙粒粒 把整个世界都变得一片潮湿 因为近怀还没有签字 我暂时没有把离婚协议书的事情 告诉贺领川 他却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 对近怀的称呼 也从你老公变成了你前夫 月底有一场盛大的晚宴 主办方邀请了贺领川和宋听兰 摆明了要制造话题 我跟着贺领川去的时候 还有些不明不白 为什么要戴上我 他挑了挑眉 隔应你前夫 这理由怎么样 果然宋听兰是跟近怀一起出现的 他穿着流光溢彩的银色礼服裙 微微抬着下巴 是惯常的高傲姿态 被他挽在壁弯里的近怀 却直直望着我 神色难看至极 那种表情 我曾不止一次在他脸上见过 却都是因为宋听兰传到国内的花边新闻 所萌生出的极度 颁奖流程结束后 宋听兰忽然拿了酒 来敬我跟贺领川 不好意思 因为那张照片上的人实在是太像我 我还以为给你造成了困扰 实在抱歉 可以原谅我吗 不可以 贺领川说 你是脑干缺失还是老年痴呆 那张照片上的人在接吻 你都敢认 宋小姐 请问我们之前认识吗 我见过你吗 宋听兰眼中略过一丝难堪 到最后 却又弯着唇角笑起来 以后应该没有人会误会了 我盯着他眼底深藏的一点恨意 心下忽然不安 晚宴结束后 我和贺领川 住进了主办方安排的酒店套房 关好门 我转身 终于问出了心底藏了很久的疑惑 那张照片是那次去海边 我偷偷拍的 贺领川很坦然地承认了 自嘲地说 我以为你约我 真的是为了跟我商量我们的未来 我鼻子忽然一酸 从那两天他发过的微博里 可以看出来 那时候的贺领川有多期待和兴奋 然后从海边回去后 我毫不犹豫地跟他提了分手 张了张嘴 正要说话 贺领川书弟神色一冷 先别出声 你没觉得 房间里的气味有点古怪吗 空气中挑拂着丝丝缕缕的甜香 我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变 拿出手机 微博已经炸了锅 排在热搜第一和第二的话题赫然是 警号中尼 婚内出轨 警号贺领川 小三 没等我反应过来 门外凌乱的脚步声渐渐逼近 几秒钟后 本该已经锁上的房间门被猛然推开 一大群记者涌进来 无数摄像机的镜头对准我们 闪光灯明明暗暗 狗男女在这儿 老板还想看我怎么操作 贺领川推开面前的键盘 侧头看着我 其实不用担心 那天晚上的直播比赛 你也看了 想必 他像是才看到 那群闯进来的记者一样 声音停住 在开口时 他挑了挑眉 目光冷下来 诸位好兴致 这么晚不回去休息 来打扰我跟老板谈话 是什么意思 莫非想破坏我们战队 好不容易拉到的投资 在场的记者全部呆住 因为房间里的我和贺领川 衣着整齐 正坐在贺领川的笔记本电脑前 分析他的比赛复盘 几秒后 终于有一个记者开口 贺先生 请问钟小姐身为靳总的妻子 为什么会和你一起出席晚宴 又为什么会深夜 还待在你的房间里 贺领川痴笑一声 因为他是我未来的老板 详细的商业合作消息 晚点会由俱乐部官博发布 至于其他的 他起身 往前一步 把我挡在他身后 语气漫不经心 没什么事 就请各位滚出去吧 记者们吃了别 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等他们离开后 贺领川过去反锁了门 才转过身来望着我 钟妮 我茫然地睁开眼睛 努力想看清 面前贺领川戴着重影的脸 身体里好像有一片火焰 从喉咙一路烧到心口和全身 连大脑都昏昏沉沉 你还好吗 我迟滞地摇摇头 用发烫的指尖 攥住他衬衫的领子 哑着嗓音说 热 晚宴上宋听兰隐隐 隐隐畅快的神色 和房间里那股奇异的甜香结合 答案呼之欲出 我整个人好像变成了一株热带雨林里的植物 扎根在干涸开裂的土地上 渴望一场大雨的降临 贺领川就是被我牢牢抱住的那块云 雨下到一半忽然停了 我无措地抬眼望过去 昏暗灯光下 是贺领川情绪莫测的眼睛 钟尼 你害怕吗 怕 什么 如果今晚他们闯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像现在这样 这句话出口时 动作有点用力 导致我出生时嗓音都发颤 贺领川就又把我揽过去 揉着发顶安抚 那意味着一切都曝光 你会害怕吗 会 如果事情曝光 贺领川原本一片光明的前程 就此终结 那我欠他的就又多了很多 黑夜里 贺领川目光锋锐的眼睛暗了暗 那会再离开我吗 思维有些迟滞 我想了很久才缓慢地摇头 我会跟他们说 是我想报复静怀 所以蓄意勾引你 啊 最后一声 被贺领川强行吞了回去 他眼底那些浓雾一样的情绪 请客间散去 勾勾唇脚 捂住我的眼睛 我可不像你前夫那么没本事 贺领川附在我耳边 气息灼热 一语双关 你只需要确定你的心意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第二天一早 贺领川就回了俱乐部 临走前 他一手搭着方向盘 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回去 我摇了摇头 我要回趟公司 静怀迟迟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我爸得知我要离婚 气急败坏 这些事情总要有个了断 告别贺领川之后 我坐进回公司的车里 打开微博 其实 我一开始是没有微博账号的 后来 钟氏在静怀的帮助下 起死回生 为了方便起见 他让我注册了一个微博 但我知道 那只是为了送听兰的粉丝 更方便输出情绪而已 因为从注册的那天起 我的微博下面就是一片骂声 如果不是你插足 听兰根本不会跟静总分手 然后伤心远赴国外 见人去死 山寨货 整成听兰那样 动了不少刀吧 我鲜少看微博 也没理会过这些消息 中氏的公司 才从破产边缘就回来 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 另外 静怀作为那个出手相助的人 又是我名义上的丈夫 对我有着诸多要求 我受迫于这份恩情 不得不照办 现在 因为热搜上那些 有关婚内出轨的消息 我的评论区更热闹了 山寨姐 倒贴静总还不够 还要再祸害别人吗 荡妇 真恶心 除了乌言会语之外 还有一条看似理智的评论 被点赞到评论区第一 就算静怀和宋听兰 暧昧有错在先 你也不能婚内出轨吧 道德毕竟是用来约束自己的 手指在那条评论上停顿片刻 我还没点开回复 贺领川的消息就跳了出来 别看微博 这几天都别看 我缩了缩手指 回了一个字 好 他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 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瞬间 我脑中忽然闪过 七年前贺领川的脸 他带我回他家 待在那间不算太大的卧室里 贺领川去洗澡 我闲来无视 随意打开他的电脑 一封国外知名大学的offer 就跳了出来 愣神的时候 门口忽然传来贺领川的声音 带了点惊慌失措 不要看 我关掉页面 静静地看着他 我已经看到了 他站在门口 头发上带着胃干的水汽 沉默地与我对峙 夏日的闷热和潮湿在我们之间蔓延 钟妮 你说话 贺领川的声音再度响起 把我的神思从回忆里拽了出来 是 我看到了 我扯了扯唇角 他们说的也没错 贺领川 痴笑一声 怎么会没错 是幸尽的三心二意 又舍不得送听蓝 又要跟你结婚 你和我在一起 最多算是正当防卫 这个词 竟然还能这么用 我笑了一下 看到前方中市公司的大门越来越近 准备挂掉电话 却又不知为何 突然凭空生出一股勇气 贺领川 嗯 你看到评论了吗 他们都说 静怀长得很像你 走进办公室 迎面而来的 是我爸用尽全力的一个耳光 打得我脸都偏过去 耳畔嗡嗡作响 口腔爆开一股血腥味 荒唐 他指着我的鼻子 高声唾骂 你现在翅膀硬了 竟然敢跟静总提离婚 我用舌头顶了顶痛到 发麻的口腔软肉 缓缓转过脸来 连你妈都被你气病了 你马上跟静总好好说 说你是鬼迷心窍了 要是今天没把人哄好 我饶不了你 静怀正坐在我的办公椅上 笑容俱傲 我说过 钟妮 我要你像一条狗一样 爬回来 跪着求我复婚 我闭了闭眼睛 过往的无数画面 像是电影胶卷上 被截取的碎片一样 从我眼前掠过 是七年前的夏天 我和贺岭川 去海边的前一夜 我妈跪在我面前 哭着求我不要为难她 她说 你那个男朋友 家里就是普通家庭 就算你再喜欢她 她能怎么帮我们 家里的公司要是完了 我怎么活 她跪着 一下一下往自己脸上 甩耳光 只要我爸不说停 她就不敢停手 我爸坐在沙发上 一脸不耐烦 钟妮 你不要自甘下见 我钟启辉的女儿 就算卖 也要卖个好价钱 她说 如果我执意 跟贺岭川在一起 不为家里考虑 她会让贺岭川 家破人亡 那之后 我被他们像商品一样 盛装打扮 带去每一场宴会 每一次酒局 后来宋听兰的粉丝 在网上骂我 却没人替我说话 也有这个原因 我的名声 已经在四年的 代价儿孤中 变得极为难听 小时候 家里生意还不错的时候 我学过的舞蹈和钢琴 都成了我爸 想把我卖个好价钱的资本 如果我不肯 他不会打我 他会去虐待我妈 逼我就犯 钟氏是他创立的 如今遭遇危机 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拯救他 即便要搭上自己的妻女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 直到那次酒局上 遇到静怀 他喝醉了 看到我的时候 豁然起身 大步走过来抱住我 贴在我耳边叫 听蓝 我也在心里喊了一声 贺领川 他们俩其实只有一些细节相似 比如鼻梁上的痣 微微上挑的眼尾 因为长得高 说话时总垂着眼睛看人 再多的就没有了 至少远比不上 我和宋听兰那么像 我只是太想贺领川 和我还没有那么难堪的 十八岁了 钟妮 静怀的声音 让我回过神来 她走到我近前 瞇了瞇眼睛 伸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你今天在这里 把我伺候舒服了 我就不计较 你和那个贺领川的事情 掐着我脖子的那只手 用力极重 我有些呼吸困难 张了张嘴 保安 办公室大门猛地被推开 几个安保人员冲进来 迫使静怀松了手 我爸还想冲过来 也被制服 只能仰着脖子大骂我 钟妮 你疯了 在我的公司 也敢这么动手 我整理了一下 被揉皱的衬衫领子 平静地看着他们 不是你的公司 爸 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情况 现在钟事的钟 是钟妮的钟了 结婚后 一团乱麻事的钟事 就交给了我接管 因为静怀的原因 我爸向来很放心我 我就在这三年里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把公司从上到下的核心成员 一点点换成了我的人 我看着静怀难看的脸色 平静地说 以后钟事由我掌管 两家公司之间 还有二期和三期的合作 不能闹得太僵 希望你可以理智看待 静怀在我面前 高高在上惯了 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他情绪失控的样子 他盯着我 一连串地问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嫁给我 就在筹谋今天的事 你一直拿我当 那个贺领川的替身 钟妮 你这三年对我悉心照料 百依百顺 到底有没有一点真心 问出最后一句话时 他语气近乎焦躁 我想了想 觉得有点好笑 你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 问我这个问题的呢 从一开始 我们就是商业联姻 你拿我当宋听兰的替身 和刺激她的工具 我需要用尽事的钱权 帮我掌控家里的公司 一场交易而已 你在求什么真心 我的真心 早就在十八岁那年 全部交付给了年少的贺领川 想到贺领川 心头那些莫名的情绪 又开始涌动 我心烦意乱地摸出烟盒 抖了支烟出来 咬在嘴里 冲神色愣正地近怀挥了挥手 没什么事的话 再见 傍晚时分 外面下起小雨 我坐进车里 拿出手机 才发现贺领川发布了新动态 他在微博上 公开质问晚宴的主办方 为什么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让大批记者闯入他的房间 有人在评论区问他 所以那天晚上 你是真的和那个已婚的钟妮 在一个房间里吗 是 贺领川回应的异常直接 接待一下未来的老板 有什么问题 这条评论发出后 贺领川所在的战队官博 发布动态 为向支持者们 交出更优秀的成绩 在王牌选手的转会费用方面 俱乐部向来有求必应 也因此造成了一些暂时的资金危机 针对网络上的谣言 特此澄清 钟妮女士 只是我们战队目前的大股东 未来的大老板而已 随后 战队成员们 包括贺领川在内 纷纷转发了这条微博 欢迎老板 短短几个小时 我的微博评论区 已经被轻疑似的感谢和吹捧刷了屏 姐姐好有眼光 投资我们没错的 之前就听说 彩虹是个小战队 为请贺领川回国倾家荡产 差点变卖俱乐部财产 也就是说 要是没有钟妮出手相助 指不定哪天俱乐部关门大吉了 谢谢谢谢 谢谢金主妈妈出手 之前那些宋听兰粉丝的辱骂 早就被贺领川粉丝 和他所在的战队 粉刷到了最下面 变境粉的战斗力 不容小觑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已经有不少人被骂到删了评论 我愣在车里 直到烟头的火星 撩过手指 烧得发痛 才慌里慌张地暗灭了烟 给贺领川发消息 我们什么时候达成合作了 姐姐不相信 投资我可以赚钱吗 贺领川直接打来了电话 我沉默了一下 你才刚回国 事业才开始发展 没必要为了我付出这么大代价 他那边原本急促的风声和雨声 渐渐远去 像是走到了一片安静之地 到最后 只剩他带了点冷意的 山泉水一样凛然的声音 所以 你又打算就这么结束我们的关系吗 我又点了支烟 加在指尖 有些尖色的回应 贺领川 你要为你的事业考虑 他像是气笑了 停顿了一下 嗓音微沉 钟尼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回国 在你的视角里 已经拿到了第一名 荣誉加深的贺领川 为什么还要回来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战队 重新开始 你猜猜 我难堪又荒唐的婚姻 其实和他没有关系 有着大好虔诚的王牌电竞选手 也不必为了看好戏 就以帮我报复的名义 把自己也搭进来 贺领川问我的 是我从一开始 就猜到答案的问题 没等到我的回答 他像是不耐烦了 干脆挑明 钟尼 我从来没忘记过 那年夏天 像是有人猛地攥住我的心脏 可又在里面 撒进一把快要化开的糖果 说不上是疼痛更甚 还是甜度入骨 我用力吸了一口烟 在呛出眼泪之前 哑着嗓子说 贺领川 我想见你 就现在 市中心一家有名的私房火锅 我和贺领川的队友们 面面相觑 他冷着脸站在一边 明显心情很不好的样子 几个年轻的小男孩 站成一排 整齐华一地打招呼 老板好 我习惯性弯了弯唇脚 温和地问 你们怎么也跟过来了呀 几个人看来看去 最后都把目光 投向了一旁的贺领川 川哥说 要来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大家刚做完比赛复盘 正好都没事 就一起过来了 没想到是来见老板的 因为行业的特殊性 这几个小孩 年纪都不大 最小的那一个叫宋修宇 都没成年 穿着隔壁二十四中的校服 看起来异常乖巧 装模作样 贺领川冷冷地丢下一句 当着几个人的面 挽起我的手 往包厢走去 我试着抽了抽 没抽出来 反而被钻得更紧 你队友还是小孩子呢 当着他们的面 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贺领川盯了我两秒 有点不高兴地说 没什么不好 他们在装唇而已 我转过头 就看到几个少年 站在原地 看着贺领川的眼神 满是怨念 拜托 我们只是想给新老板 留下点好印象 有错吗 直到我们在包厢做好 贺领川都没松开我的手 宋修宇率先开口 老板你不要想太多 虽然我们年纪不大 但我们什么都懂 对对对 另一个人连声附和 你跟川哥在一起 我们肯定一万个支持 而且幸尽的那么对你 还在机场公然碰瓷 你和川哥这叫正当防卫 一个两个的 用词都这么奇怪 另一个小孩 不知道是不是可乐喝多了 突然拍案而起 格 真爱无罪 眼看话题越滑越离谱 贺领川拿筷子敲了敲桌盐 面无表情地说 吃饭 所有人安静地低下了头 无论是被我爸带去各种酒局宴会推销 还是婚后跟着静怀去他的朋友聚会 我习惯了在人群里感受恶意和冷眼 好像这么多年 一直在走钢丝 心一直悬在半空 可现在 突然就落在了实地 吃过饭之后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 几个小孩热情地跟我挥手告别 老板改天有空来 训练中心看我们练习啊 他们离开后 原地就只剩下 我和贺领川 他含着薄荷糖 把手揣在卫衣口袋里 仰头看了看路灯下速速而落的雨滴 拉开车门 把我拽进去 我爹坐在他腿上 摇摇晃晃 下意识扶住了什么东西 贺领川闷哼一声 耳间的红一路蔓延到脖梗 意识到不妙 我下意识想收回手 却被他按住 姐姐可真会找地方 他嗓音里填充玉色 一寸一寸地凑到我耳边 滚烫的呼吸里 又裹挟着一丝薄荷糖的清凉 既然抓住了 就别松手 我抿了抿唇 烫 一个字 贺领川 却好像整个人都失控了 他几乎要压不住 唇齿间难耐的喘息 闭了闭眼睛 强行把我从他身上扯下来 放在副架上发动了车子 终尼 你勾引我 你完了 外面大雨瓢泼 贺领川的卧室里 潮湿的热雾沿着灯光升腾 他按着我后腰最敏感的那一块 或轻或重 嗓音低哑 我要亲你了 不要躲 忠尼 昏暗的灯光下 他的眼神带着丝线一样 细密缠绕上来的引诱 咬紧一点 玻璃窗外 雨声轰然 像是一场横跟整个世纪的灌溉 凌晨四点 我拢着刚吹干的头发 终于想起了正经事 你这么搞 就算是王牌选手 你们真正的老板 不会不高兴吗 要不我跟他见个面 真的聊一下 合作投资的事情吧 贺领川挑了挑眉 忽然笑了 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 没有什么老板 俱乐部的老板 就是我呀 姐姐 我正正地看着他 在贺领川的解释下 我才明白 从一开始 这支战队 就是他托人在国内建立的 四千万的年薪 随口乱说的 我想给自己开多少 就能开多少 跟你说 这些事想证明 我不是七年前你说的那种 满脑子情情爱爱的傻白甜 我现在已经可以保护你 不管是在你爸妈的胁迫中 还是舆论的风暴里 我心里一片酸涩 这些话都是当初提分手时 我字字句句跟他说过的 外面下着大雨 他身上还带着前一天海边潮湿海风的气味 就那样执拥地站在我面前 眼睛直直望着我 忠尼 我不同意分手 我笑了一下 这件事情轮不到你同意 贺领川 我是单方面通知你 谈个恋爱都不去上学了 宁愿把自己的前程都搭进去 你这种满脑子情情爱爱的傻白甜 我怎么会真心喜欢你呀 从一开始 就是和你玩玩而已 那天我还说了好多好多难听话 到最后 贺领川红着眼圈 眼泪溶进雨水里 还是不肯走 我转身离开 他就在楼下等了一夜 我从记忆中回过神 低声说 我以为你会恨我 当然恨你 他扯了扯唇角 突然说 其实离开前 去机场那天 我还忍不住去看你了 我正住 很不巧 看到一个男人送你回家 你穿着一条礼服裙 打扮得很好 看他离开的时候 还亲了你 我回忆了一下 还是没能想起 那个人是谁 在我爸费尽心思 想要我攀上高枝的那些年 这样的事情 远不止一两次发生 我有些难堪地垂下眼 却又听贺领川说 在外面上学的时候 我总是止不住地想你 你跟我提分手的时候 说过的那些话 还有我们刚分手一个月 你就和别人约会 想得多了 又觉得你说得没错 他自嘲地笑了笑 我年纪太小 连自己的未来都没有定论 怎么能问你要承诺 所以后来 有人邀请我去职业圈 打比赛的时候 我同意了 钟妮 我想站在耀眼的地方 让你看到 很久之后 我认识了贺领川 在国外打比赛时的队友 他告诉我 那时候 贺领川简直是狂热地想 拿到冠军 好几次狂飙 手速到极限 险些造成永久损伤 举起冠军奖杯的时候 他一直看着黑暗的观众席 我问他在看谁 他却又一言不发 但这天夜里 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捂着眼睛 滴滴开口 我以为你会回来报复我 我回来跟你谈恋爱 贺领川凝视着我的眼睛 钟妮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几年 你过得很辛苦 也变得和当年的你截然不同 你还试图在我面前 演出十八岁的你 但没有必要 他贴过来 稳住我 因为我爱你 就是爱你的全部 丽秋那天 近视和钟氏的三期合作 正式开始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平静地告诉她 现在钟氏在我手里 如果你想离开我爸 我会帮你 结果反过来 被她大骂了一通不孝女 挂掉电话之后 我告诉贺领川 我就不了她 大概一辈子被我爸折磨 就是她的命 她点点头 顶着一头微乱的头发 神色淡漠地 把我凌乱的领口整理好 你已经为她耽误了七年 总不能 一辈子都毁在她身上 我从包里摸到烟盒 想了想 又放回去 静怀联系我 说离婚的是她同意了 但要跟我见一面 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贺领川的脸色 顿时冷下来 我跟你一起去 三天后的傍晚 我在之前那家酒吧 见到了静怀 她醉眼朦胧地望着我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我已经和宋婷兰分手了 阿妮 我们还能复婚吗 不等我开口 一旁的贺领川 已经冷笑一声 郑主已经回来了 你这山寨货留着 还有什么用 静怀看到她 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她动了动嘴唇 看着我 你们是什么时候 搞到一起去的 与你无关 我面无表情地 朝她伸出一只手 离婚协议书 给我 静怀苦笑了一声 阿妮 我真的后悔了 之前轻视你 是因为传闻里 他们说起你 都骂得挺难听的 再加上那时候 你在我面前 总是低着头 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我疏然打断了她 不知道我真面目 是这样 不知道我抽烟喝酒 架空我爸 还是不知道 其实你自己就是贱 别人对你好 你瞧不上 反倒是不把你 放在眼里 才让你念念不忘 我们还有商业上的合作 静怀 你好歹也是 见过大事面的人 别再做这些 可笑的姿态了 静怀脸色灰败地 看着我 眼中竟浮现出 几分廉价的痛楚 我没理会 从她手里 接过离婚协议 转身离开 后来宋听兰 还来公司找过我 当着我的面 她大骂我水性洋花 还没和静怀离婚 就跟贺领川 暧昧不清 实在是面目可憎 我听了一会儿 失去耐心 站起身来 掐着她的脖子 把点燃的烟头凑过去 一鸣一暗的火星 停在她脸颊旁 一厘米的地方 啊 你要干什么 你敢 钟妮 你敢 在宋听兰 惊恐万分的尖叫声里 我勾了勾唇角 你费尽心机打压我 窜多你的粉丝网抱我 之前不跟你计较 是因为我还用得着敬怀 现在 你就这点本事 还是不要来招惹我了 我松开手 把烟头暗灭在烟灰缸里 看着她狼狈离去的背影 给安保处打了个电话 以后不要再放她进来 做完这一切 我才对一旁说道 出来 鹤岭川从窗帘后的阴影处走出来 姐姐 我侧头看她 前段时间 我让我在国外的同学帮忙 查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用不用 什么时候用 就交给你来决定 第二年夏天降临的时候 中市合进市合作的松兰区项目 圆满结束 我用鹤岭川查到的 宋廷兰和静怀在国外聚众吸毒的消息 把他们双双送上了热搜 两个人被带走调查 近是股价大跌 我趁机截胡了不少 本来近怀迎面更大的项目 大概率是要蹲橘子了 宋修宇一边在键盘上飞速敲击 一边头也不回地说 去国外进修 则 天天泡在夜店飞叶子 也不知道在修什么 几个人一边做着常规的手速训练 一边八卦 看起来很幸灾乐祸的样子 贺领川沉默地打了半赏 直到屏幕上打出Vitory字样 才把键盘往前一推 今天训练结束 他牵过我的手 去约会 宋修宇在后面大喊 下周就要决赛了 队长你 贺领川侧过头 冷冷淡淡地递过去一个眼神 他忽然哑了声 片刻后 小声道 你和老板玩得开心 我没想到 贺领川会带我来海边 七年前的荒滩 经过这些年的开发 如今已经是 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 他牵着我 走到没人的礁石旁边 海风带着湿热闷潮的气味 吹起裙摆 贺领川含着一颗薄荷糖 转头稳住我 呼吸交缠的一瞬间 我脑中闪过无数过往的片段 纷乱而过 到最后 定格在八年前那个尚且带着声色和莽撞的身吻上 这个绵长的吻结束后 他微微退开一点 轻笑着说 下周决赛之后 我就要退役了 我正了正 惊讶地看着他 退役 嗯 其实这个行业 手速和反应度 一直都是跟年龄挂钩的 二十四岁 已经是职业生涯的末端 本来之前就该退的 他顿了顿 垂眼看着我 无非是 我想再拿一次冠军 在国内 当着你的面 赢给你看 难以描述 心头那一瞬间涌上的 是怎样汹涌热烈的情感 可我已经习惯了内敛 到最后 也只能用力抱住他 轻声说 对不起 之后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都不会再错过了 决赛那天 我作为彩虹战队的新任老板 就站在赫林川身后 看着他和几个队友一起 捧起奖杯 想到他在国外的队友告诉我的 赫林川第一次 捧起冠军奖杯时 神情是如何欣喜又落寞 心脏一下子被某种酸胀的疼痛填满 之后的记者发布会上 他宣布了自己退役的决定 有人问 接下来的事业上会有什么安排 有考虑过留在彩虹做教练吗 结果赫林川认真递点了点头 是打算留下来 以后 我就是站队的老板娘了 这天晚上 我的微博评论区 被前来祝福的狂热粉丝挤满 而赫林川那个多年前 就停止更新的小号 刷出了一条新微博 以后 安心坐一名闲内住 我坐在沙发里 给这条动态点了个赞 赫林川突然问我 你知道战队名字的由来吗 我摇摇头 侧过脸望着他 战队的名字叫彩虹 是因为他总是在雨后 和你一起出现 他放下奖杯 过来吻我 钟妮 我想永远在你身边 遇到你身边 我摇摇头 我摇摇头 摇摇头 我摇摇头